李家超局长对于一位香港的永久居民孟女士 他可能被关注有三本护照 尤其是在加拿大法院里面由美国政府呈堂的指清里面发言的指清 作出一个回应 我在李局长回应之后 很想等一等李局长先回应 我其实觉得这个问题是挺严重的 所以我也会跟大家讲一讲有两三个观点 第一个就是 其实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会 我们没有可能知道 一位香港居民有多少本护照 或者护照里面有什么号码 甚至什么名字 其实是私隐来的 除非这个护照是公开出来 或者某些人你使用的时候 某一个机构 比如旅行社他知道 否则一般大众是不会知道 另一个人的护照号码 甚至里面的资料 而今次呢 那个起因就是由 美国的方面 向加拿大法院呈堂 据我了解就是 一些的资料 而指称孟女士 是有三本的特区护照 开始的 所以大家就忍在这个关注 其实这个指称也挺容易明白的 就是说 其实美国政府就是指称孟女士 他不反对他的保释 就认为 他有三本护照 甚至可能是有些资料不同的 所以他分分钟可以用 一些护照 去离开加拿大 甚至是找不到他的 所以就反对保释 意思就是说 你想想他这么多证件 其实那个隐含着就是说 那个三本护照 是不妥当的 无论是发出 或者资料是不同的 又或者是 为什么会无端端有三本有效的护照呢 就是 隐含着这个东西 那 我的想法就是 其实孟女士或她的律师 因为她的律师代表 也是一个最好的团队 就 到现在为止 她是反对美方的反对保释的 就是申请保释的 那孟女士一定知道 自己最清楚 如何得到那三本护照 所以 如果我到现在 似乎因为法庭是公开的 听到的 就没有听到她的辩护律师 就怎么去解释 说这三本特区护照 我先不要讲中国护照 没有解释过那三本特区护照 其实是 完全正当的 举例 原来一本用完 那就换另一本 所以 第一本没有效 第二本有效 第二本又用完了 那就第三本 就是 换句话说 如果美国说我有三本护照 我律师第一句就反驳你 喂 我现在就第三本有效 那你为什么说我有三本 那两本 没有用的 用不了的 是吧 那你为什么提醒我有三本 没意思的 是吧 所以呢 其实 孟女士的律师 绝对会 立刻反驳的 又或者 有人说 第二本护照 有个 例如未用完的签证 但是 本本已经吸收完了 那就换到第三本 那 于是你第二第三本 就一起去 使用 使用的时候 就 因为你的签证 例如美国签证十年 他不会帮你第三本签证 就将它 吸多一个 不会的 就继续留在 你第二本护照 但是又已经吸完了 你拿了第三本了 于是两本一起带去出国 是吧 去旅行 经商 那 如果是这样的 其实孟女士的律师 绝对就是 一上庭 一定是解释的了 但是到现在没有解释过 那么 现在呢 我得意在呢 我看到呢 譬如首先是李家超局长 他就出来 他说不评论各别的案件 但其实呢 他就好像在说 哦 其实大家大惊小怪 可以 第二本有个签证 第二本和第三本 于是 第二本和第三本一起用 当然 当然他不是说评论各别案件 不过 似乎他 就好像在说一个 有人会以为 会不会是这样呢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 这个很简单 孟女士是完全知道的 律师知道的 现在法庭一定 第一样就反驳你了 是吧 没可能由你美国这样说的 是吧 就是你这样说 我要几本护照 我时间只有一本有限 就是第三本 那么更加呢 怎么解释 譬如说 明明第三本有限 那么为什么 第二本 用了第二本 就入境了呢 那么这个 其实张达明教授 也都有提到这点 那么如果是 马女士的律师 怎么会不解释呢 是吧 很容易解释 如果有正当的就 甚至 李家超局长呢 就隐含了 就说 喂 会不会 其实他用第三本 那个签证在第二本有效 但是如果他 这样用的时候 根据他那个国家 记录他第二 第三呢 是不知道的 会不会他记录错了第二本啊 那 我想呢 李家超局长 也都不要当 别人的那些海关 警署呢 是猛的啊 如果香港接受一个 这样的外国的人 有两本护照 一本有签证 过了期 另一本是最新有效的 他怎么会 记录那第二本呢 好了 如果他真的记录错了 第二本 当啊 马女士的律师 怎么会不反驳啊 那么简单啊 那么简单 是不是 喂 我那次几月几多号 你看看 这本已经失效了 剪掉了 不过他那个签证在这里 我拿过去 给他表演给他看 我知道他表演第二本给他看 而已 那么记录错了 不关我事 又解释得到了 喏 如果我们要 由李家超局长 变相 用一些 我不知道怎么说 似是而非的例子 好像帮着孟女士来解释 我觉得这个才危险 你不如等他律师搞吧 反驳吧 是不是 因为这样呢 如果将来 人家已经掌握了所有资料 美国的政府 如果我们特区政府 我们特区政府要做的是什么 反而反过来 就是 要撤查 如果我们的局长 或者我们的 入境署的 声明 只有一句 就是说 任何人同一时间 只得了一本护照 有效的 那么下一句呢 就是如果有 任何 懷疑是 有 濫用 或者不是一个人同一时间 只得了一本的 指控 我们是会认真调查的 那句去哪里 是不是立刻表示 我们如果发现到这个情况 也不会调查 哇 这个态度很害怕 这个态度直接呢 就是 是不是我们的特区政府 原来 因为中国 中国是 跟美国抗议 跟加拿大抗议 我们竟然 要用同一个调子 不敢说查 说会查 记住啊 说会查 不一定是查孟女士的 你是一个一般的 句语 显示我们 是有执法的决心 都没有啊 多恐怖啊 这个才令人心寒啊 所以我觉得 我仍然要求 作为议员 监察 保安事务的 是正式也都要求 特区政府要严肃 调查任何的 声称 或者指清的案件 才可以保存香港的信誉 和令国际社会 相信我们的特区 护照的签法系统 是有信誉的 是保障性高的 不会被濫用 而濫用 发现的时候 是会调查的 是认真严肃处理 不管他是哪个人 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 那我们 都不要说是什么 香港政策法啊 大哥 只是我们的特区护照 有这个便利 甚至继续有这个便利 我都担心啊 大哥 所以我希望呢 特区政府呢 如果你局长出来说呢 别人就觉得你是很高的 信誉的保证 和一个重要的宣示 你竟然 变相 唯一一个 本来是 孟女士的律师 他就很简单 就可以在庭上反驳的东西 如果那是真的 你不需要和他代劳 也不需要说 有些情况是这样 那是什么意思呢 有些情况是这样的 我以前也是 签证在第二本 第三本 我都要拿去 那没有意思的 最重要的是 说回事实 和调查 认真处理 好 请大家有什么问题 他那个法律团队 有说过 他愿意交出 他本中国护照 和特区护照 会不会是间接 作为一个反驳 现在就只有这两本护照 你听我说 其实你不是交出的问题 交出当然要了 这个是最好的 不过 其实很简单 人家一说你有七本护照 不讲中国内定的一本 只是讲香港那本 三本 喂 其实你给个instruction 都不用了 十五分钟就解释完了 还有 你不是不给法庭的问题 而是你直接在庭上 就会陈时反驳 喂 开了两庭了 是不是 还有那些东西 是你最清楚的 还有 你说开 我们有一个消息人士 说 他改过名字 对吗 对吗 喂 改过名字都没有关系的 因为同一套的资料 你改了一个新的名字 比如加了一个 Peter 那你仍然要做的事情 就是 你根本新的护照只有一本 你同时有效的只有一本 不会有两本 也在第三本有效的时候 第二本就没有效了 那如果第三本有效 怎会用第二本进入境 还有 一个破绽呢 就是 加拿大特区护照免签 更加不存在说 我要用第二本 因为他那里有记录错了一个 例如是 是要签证的东西 真是很离奇 你说美国都还说 是吧 那进加拿大 加拿大根本就是 特区护照免签 第二本也是免签 是吧 那第三本有效的时候 怎会用第二本呢 更加不明白 我在这里说 最重要的是 我们不是关心万女士 是个人 因为她是其中一个市民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特区政府 是要严肃对待 特区政府 签法的特区护照 的信用 和信誉 在国际社会间 眼中的信誉和信用 是至为重要的 就没有 没有了 OK 谢谢